一见钟情的悖论 第一章意外的邂逅 周俊是一名普通的设计师 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 对于爱情 他一直持怀疑态度 认为一见钟情只是浪漫电影中的情节 根本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这一天 他受邀参加好友李明的生日派对 派对的氛围热闹非凡 周俊却无心享乐 四处游荡 正当他端着饮料无聊的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时 一道清冷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 那是一位女子 身穿浅蓝色的连衣裙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散发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他正和几位朋友谈笑 周俊却感觉整个世界瞬间静止 心跳也不由自主的加快 这是一见钟情 周俊心中惊讶 但李志却告诉他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第二章 破裂的幻想 几经犹豫 周俊鼓起勇气走上前 想要认识这位让他心动不已的女子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攀谈时 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周俊 这是我阿姨 方若瑶 李明笑着介绍 周俊瞬间愣住 心中一阵绝望 原来这位让他心动的完美女子 竟然是自己好友的阿姨 这让他无法自持 心中满是尴尬与无奈 你好 方小姐 周俊强颜欢笑 试图掩饰心中的震惊 你好 方若瑶 微微一笑 目光清冷却又让人心醉 完全不在意周俊的窘迫 第三章 好友的提醒 派对结束后 周俊回到家中 无法平静 他对这段不可能的情感感到烦恼 难道自己真的对李明的阿姨一见钟情了 几天后 周俊与李明聚会时 无意中提到了方若瑶 李明眼中闪过一丝调侃的神情 你可要注意 方姐可不是你能轻易追到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周俊心中不快 却又无法掩饰对方若瑶的想念 李明健壮 忍不住问道 你不会是喜欢他吧 周俊尴尬的摇了摇头 心中却难以自已 第四章 偶然的机会 几周后 周俊在公司的一次展览中 再次遇见了方若瑶 他正在参观展品 对于艺术的敏锐使得他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周俊也在旁观察 不禁感慨他的才华和气质 方小姐 你对这件作品有何看法 他鼓起勇气 走上前询问 这是一件很有深度的作品 表现了人类内心的矛盾 方若瑶回应 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周俊一时被他的见解吸引 两人开始深入交谈 这次交谈让周俊更了解了方若瑶 甚至对他的才华愉佳欣赏 第五章 心中的挣扎 随着交往的深入 周俊越来越无法自拔地爱上方若瑶 他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带他品味各种美食 欣赏展览 甚至一起探讨艺术与设计 但每当他想要向方若瑶表白的时候 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他是李明的阿姨这个事实 这让他内心无比挣扎 无法下定决心 我真的该这样做吗 如果李明知道 我们的友谊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周俊在心中反复思考 第六章 兄弟的支持 李明似乎察觉到了周俊的情绪 主动询问 你最近怎么了 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周俊犹豫着 最终还是决定坦白 我喜欢上了方若瑶 但他是你的阿姨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明听后 微微一笑 周俊 我喜欢你是个真诚的人 要知道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 与家人无关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就去追求吧 周俊心中一阵感动 李明的支持 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 第七章 勇敢告白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 周俊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向方若瑶表白 他约他一起去看电影 心中紧张不已 在电影结束后 他们一起漫步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 周俊鼓足勇气 停下脚步 凝视着方若瑶的眼睛 方小姐 其实我想告诉你 我对你的感情不仅仅是朋友之情 方若瑶一愣 随即露出一抹微笑 周俊 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 周俊惊喜不已 心中燃起希望 你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 我并不在意你和李明的关系 方若瑶的语气坚定而清晰 第八章 甜蜜的开始 从那天起 周俊和方若瑶开始正式交往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他们一起探讨艺术设计 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刻 然而周俊仍然有些担心李明的反应 方若瑶却鼓励他 感情是建立在真诚之上的 只要你们彼此尊重 就不会影响你们的友谊 第九章 面对现实 终于 在一个周末的聚会上 周俊决定向李明坦白自己的感情 他邀请方若瑶一同前往 心中忐忑不安 聚会上周俊鼓起勇气 将事情告诉了李明 李明静静地听完 然后沉默了一回儿 我知道你们在一起了 李明最终微笑着说 我很高兴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周俊和方若瑶都松了一口气 李明的理解让他们被感欣慰 第十章 幸福的日常 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俊和方若瑶的感情愈加稳固 他们一起经历了生活中的许多挑战 彼此支持 让生活充满了色彩 周俊在方若瑶的启发下 设计出了更多优秀的作品 并在业界赢得了口碑 而方若瑶也因为周俊的陪伴 逐渐放下了他的清冷外表 展现出更多的柔情 第十一章 共度未来 某天 在一个浪漫的夕阳下 周俊向方若瑶求婚 他用心设计了戒指 并在他最喜欢的海边向他求婚 方若瑶你愿意嫁给我吗 周俊的声音充满期待 方若瑶泪眼盈盈 点头答应 我愿意 第十二章 新的起点 随着婚礼的到来 周俊和方若瑶的爱情故事 达到了新的高峰 李明也成为了他们的伴郎 三人之间的友谊更加坚固 在祝福声中 周俊和方若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中文字幕提供